王志文 陈姿瑶这天为新剧开工 12月21日是Mandy生日 虽然拍摄当天已经过了几天 不过剧组也特地为Mandy准备两个蛋糕 作为生日惊喜 令Mandy非常开心和惊喜 生日快乐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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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很惊喜今天没有想到剧组会为你准备蛋糕 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很早 所以其实我们很累 很累很累没有把我的眼睛睁开 他们就进来啊 我知道你刚才真的很惊喜 因为我看到李富婷的温柔游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是剧组安排的 不过我也想因为今天时间比较赶 就是我们一早就要开工 然后就是中午就休息了 本来我想过两天就是我心有想过两天 我们也会开那个office的戏 然后我就想不如那天给她一点惊喜吧 谁知道今天给你们抢先一步 虽然Mandy这段时间工作非常繁忙 不过她就说最忙的是嘴 因为近期真的吃不停 其实我们分别吃饭 其实昨晚我们有一起吃饭 其实我觉得今年就是跟家人朋友 一起简单的一起吃饭已经足够 平淡是福的 礼物方面他们有没有准备呢 姐妹们 其实今年我没有想太多 关于礼物方面 其实每一年我没有想礼物 我觉得一起吃饭已经足够了 因为很难的见到他们 Mandy饰演纪律部队人员经验丰富 不过悠悠就是第一次 为新剧剪了一个短发的悠悠 外形洒爽 令Mandy也大赞非常有形 其实这一次好像真的是我 就是这么多年的第一 演艺生涯 演艺生涯里面 第一次真的好像第一次做Madam 她就经常做 但是我就可能平时监制那些 觉得我不像吧 可能所以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就可以尝试这个角色 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新鲜感 真的有很多难度高的动作吗 是真的吗 有 她有个鸡腿 有一点 你自己回家有练习还是这样 她之前还没开戏的时候就叫 你呀 要回去 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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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拉筋 但是我也为他们说笑 所以你没有吧 我也有 我也有 好